6月24下午 2017国际文化天使才艺大赛 在洛杉矶正式拉开帷幕 预赛在美国汉天卫视演播大厅举行 并隆重举行 2018洛杉矶国际少儿春晚签约与启动仪式 中国大赛让这些青年们能够走向世界 促进国际文化的交流 这一次大赛的部分选手将来自中国 他们也是从各个省市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 将于8月13号决赛的时候来跟我们一同比赛 少儿春晚由美国双赢国际文化教育传媒集团CEO 周年份创意发起 联手美国汉天卫视制作团队 将在中国农历春节期间展现一台精心制作 以中美两国少儿才艺表演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盛宴 扑出少年当志强的主题 并将举行全球杰出青少年颁奖典礼 美国国际文化天使才艺大赛在这里举行 我们希望提供这个舞台 我们的媒体平台 给广大的小朋友们有个机会 让他们对中美文化交流 了解中国的文化 提高自身的素质 提供很好的机会 我们也祝贺这个活动 圆满成功 2017国际文化天使才艺大赛决赛 将于8月13日举行 届时有更精彩的表演呈现 担任本次大赛的评委友 洛杉矶支撑电视节目制作人 导演宝儿 著名钢琴演奏家李伟 舞蹈家开示李牛汉 这是全美电视的记者 发自洛杉矶工业室的报道